今日的内阁会议原则上同意修正 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 不当使用网络设施者将面对更重的惩罚 通讯部长法米披露 根据该法令拟议中的修正案 通讯公司将面临更高的罚款 该法令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我们有必要重新审查 让该法律更具有威慑作用 他是今五出席该部媒体室召开的记者会时说 许多国会议员对审核该法令有了坚定的看法 是时候强化这项法令 根据目前的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的第233A条文 即任何人发表威胁、下流、虚假、恐吓或冒犯言论 意图滋扰、欺凌、威胁或骚扰他人 一旦罪成 可被判不超过5万令吉的罚款 或监禁超过一年或两者兼职 前朝内阁曾在022年8月26日同意修正 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 及1998年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法令 以加强对付网络安全威胁性 前通讯及多媒体部长丹斯里安·努亚穆沙当时表示 已再提交草拟的修正案并获得批准 但随着第14届国会解散 而推迟至今日再次获得内阁批准 重新审核该法案 3255 2002 2 1 2 2 2 1 感谢观看